ok 那這一隻帳號呢 目前總共還有一顆大概六百塊的情況下來算的話呢 總共就是 ok 大家好 我是Leo 沒有錯 標題說的我們今天要來挖寶 但是呢我們要挖的是自己帳號的寶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在挖自己帳號的寶物齁 那沒有關係 因為呢 今天我想說啊 我已經準備要換去另一隻新帳號 就是開拓者那一隻帳號完了 那我就來把這一隻陰陽師以及神之子這隻帳號呢 可能那邊用得到的東西都先交易過去 但是呢 因為我東西啊 都亂放一通啊 包含倉庫啊 然後身上的道具啊 我都亂塞一通 所以呢 我今天想說就先稍微來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需要用到的 ok 那我們就直接 Let's go 好 那首先第一隻呢 就先開到這個 相當令人懷念的神之子 ok 這一隻應該也陪了大家有一年的時間吧 然後呢 先來看一下 裝備的話應該被我清得差不多了啦 這個如果能夠交易就好啦 對啊 這個我真的覺得超帥的 好 沒關係 那身上的東西齁 基本上好像是沒什麼價值啊 包含這個勇士兄章應該現在也沒什麼用啦 那我們就放著就好了好不好 好 那看一下裝備欄的話 武功手套還有兩個 欸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這個手套啊 之前的話呢 是轉蛋卷能夠轉到的 我記得還有另一個叫消功手套吧 那現在這些手套呢 好像都是要從 就是爬那個武功塔可以拿到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 知道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一下 反正呢 這是我之前轉蛋轉到了 我記得我轉到三個 後來丟了一個 那這個數值的話 基本上現在應該是不太會用到了啦 好 那今天各位說一下齁 基本上今天的每一隻角色呢 通常裝備欄都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有一大堆的航海裝 那你們不要想說這是什麼 我去什麼打王傑任務什麼拿到的齁 不不不 這些呢 全部都是黃金蘋果抽出來的 沒有錯 全部都是稀有錢的 都是黃金蘋果的產物 所以呢 才會有這麼多 那有些傳說的可能就是潘朵拉的箱子 不過那些是少數 然後消耗欄的話呢 如果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是一大堆的心力捲 還有回陣捲 像之前的心力捲呢 都是不能重疊的 所以呢 已經被我放的到處都是 我也已經懶得整理了 然後光看這些印章的數量 大概就知道我那個時候 到底抽的有多兇齁 那我們就先來擺一些 我覺得比較用得到的東西 全部往倉庫扔好了 然後待會再來給各位看一下 倉庫目前有什麼東西 然後裝飾染的話 有幾張椅子我覺得挺好看的 不過帶不走都很可惜啊 像是這個 黑色碗哥 對 這個也是蘋果的椅子 這個我覺得超好看的 但這些都帶不走啊 這都不能交易的 然後寵物的部分呢 兩隻過期 一隻低 沒什麼事 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商城的部分好了 好 那商城的部分齁 那為了減省一下時間呢 我剛剛已經有稍微先確認過了 那東西是沒有到要帶走的必要啊 很多都是一些免費點裝 然後這一些東西我相信 如果有經歷過冰果盤時期的人 應該會很有印象 神之子的話呢 就先這樣子吧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就先快速的探索一下 其他的戰地角 看看還有什麼東西 我們都先扔到倉庫 那有一些比較特別角色呢 我們再慢慢跟各位介紹 那剩下最後呢 我們再來跟各位統整一下 倉庫究竟被我們塞了哪些酷東西 OK 那我們就走起吧 好 那因為總之會有一些好奇的觀眾 詢問我所目前的帳號內呢 究竟有幾顆的葫蘆 那我們今天剛好也可以順便來統計一下 究竟這支帳號有多少葫蘆 好不好 我們最後一起來統計看看 好 那因為我發現說呢 基本上我的倉庫好像塞不了那麼多東西 那沒有關係喔 好 像這種可能心卷啊 這種比較低心卷的這個呢 我們就先不拿走了 然後什麼完美回徹蘆這些 因為也沒有一直放嘛 然後它又是舊版的 是不能重疊的 那這些呢 我們就先放著吧 OK 我剛剛大概開了可能七八支帳號 消耗蘆每一支呢 大概都長這個樣子 那這就是之前 沒辦法重疊心卷的可怕之處啊 我上方寶劍原來放在這支帳號啊 我就想說我上方寶劍跑哪去啦 好啦 那你就繼續在這邊吧 各位 除了這個變換箱以外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要把這些萌獸留在這邊嗎 因為呢 它有兩隻啊 我覺得非常具有精靈價值 就是這個安普里歐 這個少數跟我名字有關係的萌獸啊 我就把它給留下來啊 喔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出於你而不然嗎 它居然 它居然什麼都沒有欸 哇 哇不簡單啊 二夫 很好夜光 看來你還沒有塗多 繼續保持 欸 這支我好像前陣子有請過了 那這些道具呢 基本上 欸 之前有抽過轉蛋卷的人啊 應該也會知道啊 太陽系列之前轉蛋卷的常客啊 轉蛋卷的這個 垃圾啊 然後呢 這隻角色啊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一個 超猩猩魔刀椅子 這個椅子有什麼特別的呢 各位看一下下面 台灣玩家 艾西提亞歐所設計 我就問你們值不值得收藏 好啦 這是今天的最後一隻角色啦 不過這隻我前兩天已經有先開上來 稍微整理過了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了 然後呢 裝備籃啊 老樣子 滿滿的航海裝 還有兩個 我們上次拍影片用到的素材齁 基本上這些拍過的東西 我都丟著 然後就給它忘記了 那我們回去 陰陽師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倉庫裡面究竟有哪些東西 被我們塞進去 OK 還有大家最期待的 葫蘆到底有幾顆 理由我自己也相當的期待 好啦 那陰陽師的話呢 因為我近期也都還有在玩啦 所以這些裝備 我就不另外跟大家介紹了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倉庫的部分 好 那這總共是我剛剛挖出來的齁 大部分都是一些像什麼 艾比啊 被我遺漏掉的 或者是蘋果抽出來的一些雜物 然後既然提到蘋果這個寶珠 當然是不會少啦 好 那眾所期待的 葫蘆究竟有幾顆 來 我們來算一下 OK 那這一隻的帳號呢 目前總共還有68顆的葫蘆 基本上68顆要把占地練到8000 應該是綽綽有餘啦 好不好 然後如果是以懸賞一顆大概600塊的情況下 來算的話呢 68顆啊 總共就是4萬塊左右 那沒有關係 因為畢竟這些都是過程 這些都是一些愉快 呃 不於快 基本上好像沒有挖到一些什麼太有價值的東西 然後這些的話都是我原本就在裡面的啦 對對對 所以這些的話可以忽略不計 那今天的話呢 主要是剛好趁著有空的時候來整理一下這隻帳號 然後也再跟各位說一下 這一隻帳號呢 目前我還會留在身邊 所以不要再私訊問我要賣多少了 好不好 之後如果我有其他打算的話呢 我也會在自己另做計畫 OK 那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隻影片過後 接下來的影片呢 我就會用開拓者來拍攝了 雖然說有不少資源都還放在這邊啦 不過我先把它集中起來 之後要處理也比較好處理 好 那我是Rio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非常感謝各位 我們下一隻開拓者影片見 大家 掰掰